社会的混乱来自人心的不安 透过人亡护国法会 也希望能够安定社会人心 社会混乱来自于人心的不定 透过人亡护国习灾法会 安定社会与人心 人亡护国法会是过去国王为了国家的安定 来祈求三宝佛菩萨诸天的护位 所以人亡护国法会是这样子而来的 这一次能够在我们六规清凉山庙从事 来起见护国习灾法会 他主要就是因为王金平王院长 他感受到现在目前 我们这个政治的氛围太过混乱 那么这个混乱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人心的不定 那么人心的不定呢 当然这是一个人本身自己的 这个观念的这个混乱 那人本身自己的混乱 如果说影响到了自然界 或者是说这个无形界 他们本身在加进来的时候 那只会更乱 那么这样子乱下去的时候 就会容易遭感灾难 所以王院长他本身自己的这个慈悲 他不希望说继续这样乱下去 到时候两岸如果真正的冲突 真正受害的人都是我们老百姓 所以王院长呢 才特地拜托他的这个师父 也就是这个这个洪安长老林呢 那么来帮忙起见 今天这一场人亡护国的这个习灾法会 政治氛围太过混乱 容易影响国家的安定与两岸的发展 因此台湾佛教总会起见人亡护国习灾法会 一同为国家祈福 十方新闻黄慧如郭艺文高雄采访报道